大家好,我是秒殺解題魔鬼詹Henry老師 我們現在來介紹多一的題目 As far as the pricing of the product is, 空格, We will first need to run some figure through a spreadsheet 那你看到題目,只要看到 as far as 主詞加上 is 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考試之後一定考什麼,一定考 concern 一定考 concern 的這個字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因為只要 as far as 主詞是什麼, be no, is concern 這基本上一定是考 concern 沒有其他可能 那秒殺完畢 接下來我們進入詳細解答 比如說我們英文裡面 as far as 有兩種句型 一種是 as far as 主詞加 no 就這個主詞而言 那今天我就可以選 as far as i know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這一種句型 第二種句型呢 as far as 主詞加 b 動詞 那 b 動詞當然可能現在是 an, are, is 叫 concern 就這個主詞而言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到例題呢 as far as i know,就我所知 he is an engineer 他是個工程師 所以英文呢 as far as 主詞加 no,一定會有一個 no 但是呢 as far as 呢 unemployment is concerned 他說就這個失業而言 就這個失業而言呢 那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some measure 那政府呢應該採取一些措施 這表示呢 as far as 這個發表翻遠 應該翻就什麼什麼而言 那然後呢 所以這個是固定的慣用語 那英文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 collecation 叫做 致詞搭配聯誼 就所有標準領域就是 as far as 後面一定是主詞加 b 動詞 is concerned 所以我們看這個題目呢 他說就這個產品的定價而言 產品定價而言呢 就什麼什麼而言 就產品的定價而言 我們將呢 必須透過這試算表 透過這試算表 那然後呢 必須跑一些數據